我们的肺部是呼吸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它主要承担着气体交换的任务 将身体所需的氧气吸入体内 并将身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当肺功能出现下降时 不仅人们的呼吸系统会受到影响 还会波及到全身的各种功能 肺功能的下降会影响血液循环 水分代谢以及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尽管肺的功能繁多且重要 但肺部的衰退进程却远早于我们的想象 一般来说肺在18至25岁期间达到成熟并达到功能高峰期 在35岁之前肺功能基本保持稳定 变化非常微小 然而在此之后肺功能将逐渐下降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们的肺功能逐渐下滑 导致许多中老年人群更容易出现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 有统计数据显示 80岁以上个体的死亡率大约是50岁以下人群的20倍 甚至更高 除了年龄增长之外 许多外部因素也会给肺部带来压力 并导致肺部功能持续受损 在日常生活中 许多因素会促进肺部问题的发生 然而由于肺部问题的早期症状难以察觉 并且容易与感冒等轻微症状混淆 因此当人们发现肺部问题时 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 肺的作用和功能 呼吸 肺是呼吸系统的关键部分 主要负责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 当我们吸气时 肺内的气体被换入 氧气进入血液循环 供给身体需要 而当我们吐气时 肺将体内积累的二氧化碳排出 气体交换 肺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肺泡壁上的毛细血管和肺泡中的气体 通过扩散作用进行交换 氧气从肺泡进入血液 而二氧化碳则从血液中进入肺泡 以便排出体外 滤清功能 肺能滤除空气中的微小颗粒 如尘埃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 这部分功能主要由气道上皮细胞和粘液层来完成 它们能够阻挡和清除异物 起到过滤和保护的作用 免疫功能 肺内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能够对抗外来病原体 如细菌和病毒 从而保护呼吸道 免受感染 此外 肺还能产生特定的抗体 提供一定的免疫防御能力 肺部有病 喉咙先知吗 在许多情况下 肺部出现问题时 喉咙确实会受到影响 肺部是人体的重要呼吸器官 它们通过吸入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来完成呼吸过程 当肺部出现疾病时 这个平衡可能会被打破 导致氧气摄入不足或二氧化碳排放不畅 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一些喉咙的不适症状 若喉咙出现两个症状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喉咙肿痛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早期症状通常比较隐蔽 容易被人忽视 然而 一些肺癌早期患者 可能会出现咽喉痛的症状 这种咽喉痛主要是由于患者频繁的刺激性肝壳所导致的 刺激性肝壳是肺癌早期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 由于肿瘤在肺部生长 会刺激到气管和支气管 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咳嗽欲望 这种咳嗽通常是没有痰液的干壳 并且会频繁发作 对患者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 在频繁的刺激性干壳过程中 患者的咽喉处粘膜可能会受到损伤 从而引起疼痛 这种疼痛通常是在咳嗽时加重 并且在吞口水 吃饭或盐水时 也会变得更加明显 咳嗽痰多 有血丝 肺部损伤 可以引起肺组织内部的血管破裂 这种情况下 患者可能会出现直接嗨出血液 或者痰中带有血丝的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 具体取决于损伤的严重程度和出血的部位 一般来说 如果胸腔出现活动性出血 通常会伴随着疼痛 呼吸困难 血压下降等症状 如果出血速度过快 肌体无法及时吸收这些血液 就会导致血种的形成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疾病 它的症状通常表现为咳嗽 嗨痰 呼吸困难等 如果咳嗽带血 那么就有可能是肺部出现了癌变 肺癌的早期症状通常比较轻微 容易被忽视 因此如果有类似症状出现 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除此之外 肺癌出现时身体还有二处疼痛 胸痛 肺癌细胞侵袭到胸膜 胸壁的时候 患者的前胸部位会出现不明原因的闷痛 持续时间较长 位置不固定 吸气时疼痛感可能会加剧 随助病情的加重 胸痛也会越来越严重 肩背部疼痛 肺癌患者也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 主要是因为癌细胞不停的生长繁殖 容易牵扯到肩部以及背部肌肉 引发疼痛 大多数肺癌患者肩背部疼痛是发生在一侧的 癌细胞在哪一侧 疼痛主要发生在哪个侧 这三个滥肺习惯 趁来得及赶紧停下 长期吸烟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吸烟会损伤肺部组织 导致肺癌的发生率增加 戒烟可以显著降低患肺癌的风险 环境污染 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中 如吸入二手烟 做饭时的油烟等 都会对肺部健康造成损害 应尽量避免接触这些污染源 不良的生活习惯 缺乏运动 饮食不合理 过度疲劳等不良生活习惯 会影响身体免疫力和肺部健康 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充足的睡眠 均衡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等 如果想要保护肺部健康 日常要坚持做好这四件事 不吸烟或避免二手烟 吸烟是最主要的导致肺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如果您是吸烟者 尽量戒烟 或者至少减少吸烟量 同时 避免二手烟暴露 尽量远离吸烟环境 空气质量保护 注意室内外空气质量 尽量避免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生活或工作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使用空气净化器 植物等方法来净化空气 锻炼身体 坚持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跑步、游泳等 有助于提高肺部功能和强化肺部肌肉 适当的锻炼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减少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健康饮食 均衡的饮食对肺部健康也很重要 多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如蔬菜、水果、坚果和全穀物 这些食物可以帮助减少自由基产生 减轻氧化应激对肺部的损害 阅读延伸 肺结结是肺癌吗 肺结结是指肺部出现的小块状阴影 通常直径小于三厘米 这些阴影可能是由于感染 结合、吸入粉尘等原因所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肺癌的表现之一 因此 肺结结并不等同于肺癌 而是肺癌的一种可能表现形式 那么肺结结是否可能是肺癌呢 在临床上肺结结被分为两类 良性结结和恶性结结 良性结通常是由于感染 结合等原因引起的 而恶性结结则 则有可能是肺癌的表现之一 对于恶性结结 医生通常会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以确定是否为肺癌 因此 肺结结并不等同于肺癌 但有可能是肺癌的表现之一 如果您发现了肺结结 请及时就医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肺癌